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丁卯丁卫耕武 这个八字他是说 女命生强 财官印都多 是不是相当富贵且幸福的八字 很多人都会有这一种的名思 就是我的财很多 我的官很多 这样子我是不是就会很好 各位没有这一回事 一切回归到五行流通下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的一个状况 这个八字 我们先看一下他本命 天干丁刃一合 所以他剩下一个丁 地支五位一合 所以是卯木生吾火 在这一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的一个官运不错 他的财运其实也不错 这时候进入到的是庚序大运 他就会变成丁火庚金 地支卯序一合 所以剩下一个浮火 这样子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在他的本命里面 他有一个财 到这一边变临财 所以他的财运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下滑 他的官运一官变一官 所以其实他的官运 算是一种稳定的现象 还算不错 今年为任寅 在任寅年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他在这一年里面 他会出现的 天干丁刃一合以后 他剩下一个庚金 他的地支会变成 银毛木 去生吾火 所以他的财星会忽然的变得很强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这是他的流年里面 他必须要掌握的时间点 一旦他没有掌握到的时候 他会瞬间从两财 会回到又变成临财的一种特质 所以他在今年里面 他就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 亥月 还有深月 一旦这个瘾不在的话 他就会整个又回归到临财的这一种现象 那就落差会很大 然后他的天干因为剩下一个庚金 这时候假如这个庚金受伤的话 他会导致的是 日主也一起受伤 所以他要特别特别去注意 丙月 在今年看起来 还算不错的一个流年 但是他其实还是有暗藏着危机 危机就是在丙 还有地支的生 还有亥 这些都会让他在今年里面 突然来一个喜山温暖的现象 而这几个他要是当中的一项 他没有躲过 自然而然他的运势 各位 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个不顺 就算他的好再怎么好 只要一个不顺 那都是问题连连 所以各位你就要了解 并不是在那边看说 他的财多 官多 印多 就会怎么样 这是他的本质 那到这一边 哪里多 卯木就不见了 要不是流年的状况 他的财心是很弱的 所以各位 你就要了解说 当你回归到五行生客的时候 这些东西 你自然而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而不会只是财多 官多 印多 我一定就会好 没那一回事 假如这样的话 为什么还来一个财多深入 甚至有些人是 我身强认财官 结果走财官大运 反而死得很难看 因为一切回归到五行流通来看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